台湾地区的年轻女模特顾思雨 午夜15号下午在墾丁后壁湖出水口海域 进行水下拍摄时意外溺水身亡 年仅25岁 这片海域就是顾思雨发生意外的地点 15号下午 模特顾思雨在摄影师和专业潜水人员的陪同下 来到墾丁著名的潜水圣地后壁湖进行拍摄 原本深被氧气瓶下水的顾思雨应拍摄需要 在卸下供养设备后潜入海中 随后在潜水拍摄的过程中 顾思雨疑似哮喊喘发作 意外出现了呛水的现象 被同伴紧急救上岸后 女孩尚有微弱的脉搏 但送医救治后仍然宣告不治身亡 而院方表示 在抵达医院时顾思雨就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今年25岁的顾思雨身材高挑外形娇好 是一位签约模特 曾经出现在台湾地区多档电视节目中 此外她还有一个年仅4岁的女儿 根据这位年轻模特在社交网络上的留言推测 顾思雨并非潜水新手 她也曾多次来到这片海域旅行度假 以前就有来潜水过了 所以您有看过她 对啊 脸有印象 有人质疑在海中拍摄潜水照片 是一项专业性颇高的工作 是否因为设置组经验不足而导致意外发生 因此这次意外究竟是死者哮喘并发 导致翘水还是不规范的作业造成 目前上目定论 希望在信 综合报道 志愿嫁会 感谢观看